以51縣貪方路段經過全力搶修 目前已開放通行 但仍除機動性管制 因此18號上午熱水南山 與四季國小也都恢復正常上課 大同國中因沒有接駁車 而改成遠距教學 大同國小校長表示 學生學習進度沒有受太大影響 早上來的路途當中 基本上那些落石都已經清除掉了 對 但是還是要注意安全 所以今天我們熱水分校 就是都恢復正常上班上課 進度上面沒有太大的影響 由於明池山莊 往桃園台七縣有多處攤方 目前有302人受困 其中一名離癌民眾 要務已用盡 因天候不加導致空運營後 18號上午公路總局先派三民三青 利用爬坡方式 從台七縣84.3K路旁小徑出發 前往明池山莊 以人力備送有料及相關藥品 宜蘭縣消防局也派20名人員 步行運送物資 全程約需走20公里 那種空載機 帶小的那些藥物 可以先把它丟到對面去 對面的人來建議 然後叫他們趕快往上走 獨立山公路段表示 近公路總局全力動員機具 能力搶收 台七縣84.1K 近100公尺路基 流失宅點已搶收通過 另外74K 81.6K 83K三處 發生路基 流失缺口 現場搶災難度增加 預計11月31號搶通 有些希望胡說八度 一蘭大同采訪報導 消防局